澳門雖然是一個彈圓之地 但在澳門這個小小的地方 腳穩陷著濃厚的中西方文化 穩藏著豐富的文化圍殘 澳門日常使用繁體中文 也是澳門的官方文字 在澳門教育上最主要教授的也是繁體中文 而蒲文大多數被澳門的蒲耀人士所使用 也是澳門的官方語言 澳門文字接我帶大家來到澳門文化建築 今天就帶大家來到三街會館 三街會館位於澳門議事庭前地左側 靠近營地大街 營地大街、關前街和草堆街 是澳門最古老的商業中心 很多話商都聚集在這裡進行經商貿易 講到議事庭前地 哪個少得我身後的這一座 我會不會正常 市政處大樓內庭花園兩邊的大門 向花園延伸的長身 食有傳統的葡式瓷磚 以藍白色為主吊 院內後方還樹立著兩個石球 一個是黑有葡萄牙的盾輝 而另一個是黑有雲天儀的圖案 象徵著葡萄牙人對地理大發現 所作出的重大貢獻 及其偉大的航海事業和探險精神 花園的兩邊還樹立著兩磚半身石雕 一磚就是偉大的葡萄牙詩人 賈梅士 他所住的葡國雲聞聞於世 水王 低柱樓 日響 高柱走 今天就帶大家來看見《江頂劇院》 《江頂劇院》始建於一百六零年 原名《百多六五世劇院》 是中國第一座西式劇院 落成之後 各種的音樂、歌舞節目演出 樂意不住 《江頂劇院》的建築和它的設計 玲瓏精緻 揚揚著浪漫的氣色 澳門充滿著音樂的證據 他單單只可以在《江頂劇院》找到 在加斯蘭花園也可以找到 加斯蘭花園建於一百六零年代 食日呈長方形 亦可以視為澳門首座花園 花園設計呈歐陸風格 食日的加斯蘭花園 亦是上流社會人士最首之地 黃昏時分 還可以欣賞到院內音樂台 傳來的《悠陽樂聲》 據說葡萄牙人是從媽祖國登陸 他們問當地人這裡的地名 因為身旁就是媽祖國 所以當地人回答 媽國 就這樣 麥靠就變成了澳門的名 所以才有了問一多個句 你可知麥靠 不是我真誠 從前 親子骨肉 亦都只可以隔海相望 現在 百分之六十%的遊客 都是來自中國大陸 曾幾何時 中國還飽受欺凌 任人嘴角 而如今的中國 已經在經濟、政治、科技等方面 取得了澳門的成績 很厲害 你走左邊 神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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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經病